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种精选港股是中移栋941 中移栋近年找到5G发展提速 及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带来的行业增长新机遇 持续推动个人市场、家庭市场、正企市场、新兴市场 即是CHBN融合发展 截至今年4月中移栋的客户超过9亿6千万 其中5G套餐的客户大约有4亿8千万户 按月增长2.2% 客户结构持续优化 中移栋作为营运商的龙头 业务陆续进入5G收获期 有望借5G通讯技术变革的潮流 盈利业绩的变际改善 综合多间券商最新平均目标价75.4 较上星期五的收市价49.8 高出5.1 建议投资者可以在49.5附近买入 适宜中长线持有 目标价先看60元 跌穿前低位47.8便要止舍 第二个精选港股是京东9618 花旗的研究报告说到 隔于5月份内地零售销售的数据 好过市场预期 将京东618的商品交易总额GMV 预测上调到3638亿至3888亿元 综合多间券商最新平均目标价是336.5 较上星期收市价261.2 高出两成八左右 建议260元附近买入 目标价是300元 跌穿230元便要止舍 美股方面跟大家跟进ITSI 股份代号是ETSY ITSI是电商平台 但有别于其他平台以量为先 公司一开始目标是重质多于重量 自立平台帮卖家卖手作 吸引到一群追求与别不同的买家 是一个另类的电商平台 从公司营运数据也看到另一个特色 截至去年年底 530万个活跃卖家当中 有7成9是女性 7成1是平台寄卖商品是他们的主营业务 更加特别的地方 是95%都是家中营运 简单来说是女性在家创业的理想平台 买家方面就美国和英国市场来说 女性占比高达7成5 成功奪得女士方心不是坏事 但ITSI未有忽略男性的市场 透过增加男性商品的类别 去年美国市场新增买家当中 有3成5是男性 ITSI在2015年上市 当年的发售价是16美元 当年来业绩有高增长 加上业务独特性令它跑出 去年股价一度创出307.75美元的历史高位 但不够一年 80美元不保 较高位蒸发超过7成半 不过增长佛力相信只属于短暂性 目前没约买家集中在美国市场 而其他市场的渗透率较主打的英美市场 低大约8成 估计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澳洲和印度 七大市场的潜在市场规模达到2万亿美元 以公司2021年商品销售总额120亿美元来计算 仍有可观的发展空间 另外调整过后的市盈率回至20倍 估值反而变得合理 值得加入大家的观察名单